他只要扯到中國 他就亢奮就抓狂了 他就興奮了 事實上也不只柯欣 還有因為這個人是陸佩 對 所以他是雙重亢奮 雙重高潮 就立刻召驚 就是立刻變成第二個陳柏惟 所以這個事實上恐怕他會不斷的發作 因為他的本質就是這樣 所以只要扯到中國議題 那就變成這樣 那其他議題 有時候還有討論空間 那只要扯到中國就會變成這樣 那當然他 他這個當然就是去 這個 吸引那個網路的反中 那些勢力的支持 事實上我就看到PTT在討論這議題 事實上也有很多人支持他 真的啊 都是深綠的 就認為說這個 就是科興都是假的 那打科興就是打石鹽水 那你怎麼不去看中國的疫情 是什麼什麼情況 你很多外國人事實上都有拍片啊 在中國街道上走路有比在美國不安全嗎 現在人家是中國大陸不讓美國的航班來 是啊 那你美國是打BNT跟莫德納 照樣一天超過一百萬人在感染 對啊 所以我就 事實上我們不需要跟他辯論醫藥 因為他根本也沒有心要跟你辯論醫藥 他就是要搞 他只是要引起注意啦 就說你看 你看 原來的我現在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就是反中嘛 大師姐歸位啦 對嘛 就是說你們沒有陳柏惟還是有我這樣 我靠 就是說反中有我 那事實上未來林長佐 林長佐講話是沒那麼誇張啦 對於這種議題他可能會比較謹慎 因為他因為萬華破口傷道嘛 可是林靜宜是不會的 林靜宜就是 只要有反中的機會 我認為他一定會表演 可是那個亮哥 他林靜宜之前可以這麼誇張 因為他之前是不分區 他是沒有背負選民期待的 他現在是選區選出來的耶 所以兩年之後就見真章嘛 我說這個很現實啦 我今天事實上我就公開講嘛 我說 你不要不要剛當選 根本就還沒正式上任 就立刻這個顯出原型 原型庇錄 就陳柏惟第二的原型 你這樣兩年之後一定落選 因為中二選區要的是基層服務 跟爭取地方建設嘛 而不是這種意識形態議題嘛 那你如果說以前陳柏惟就被罷免了 那你這樣到2024你大選會當選 我才輸你耶 怎麼可能 而且你這次也不是你自己厲害當選的 是全黨跟所有綠媒幫你挺上去的 還有網路的1450嘛 2024到時候是73個區域選區的 而且是有總統耶 還有總統耶 對啊 所有的媒體都還在討論總統大選 誰要理你啊 其實沒有人理你的情況耶 我給你保證你一定落選 你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所以我們是用心良苦提醒你啦 是是是 老前輩啊 可是很難啦 就是 因為他周邊我坦白說啦 周邊什麼蔡其昌啊 張廖萬堅啊 何欣存 他們基層服務跟爭取地方預算都很厲害的 所以他打算就是靠這一套 吃中二選區的選票就對了 不可能嘛 因為選民會互相流動嘛 人家會問嘛 比如說蔡其昌就讓他隔壁啊 就清水嘛 人家就會問啊 他說清水爭取了多少預算啊 蔡其昌是副院長 一定報很多預算回家鄉啊 當然 人家就會對比嘛 對不對 比如說那天不是 但是我們不是在講那個 那個陳宮橋開幕嗎 然後顏立民不是被盧秀苑提到 然後他就講到 顏寬恒雖然不是立委 可是也開了協調會 不是嗎 要幫忙 對嘛 人家以後就會去算這個嘛 就是說你到底幫地方 開了多少協調會 爭取多少地方預算 這種東西我跟你講啊 中二選民是真正在乎的啦 對 所以2024就見真章了啦 可是因為他還沒上任 所以就姑且就 因為他剛當選嘛 所以 可能讓他亢奮幾天沒關係啦 可是 這個東西對他沒有任何意義啦 也沒什麼好處啦 對他現在的這個 這個區域立委的形象 其實也沒加分 沒有加分啦 完全是沒有加分的啦 扣分啦 林士豐很少講話那麼直的耶 幹嘛直接去通你啊 他就覺得你是太超過了 他就是叫這些人打高端的意思嘛 其實就是這樣嘛 不是因為緊急授權只有高端嘛 是嘛 科興當然沒有嘛 科興是指揮中心尊重WHO的專業 對 所以六種疫苗都通過嘛 對 那原來你比WHO還厲害是不是 對 變成這樣嘛 這個也懶得跟他變啦 不過我是覺得啊 像你們剛剛在談很多那個 縣市長 已經在圍攻啊 其實找攻不見得 對他們不好啦 攻到選前就 因為就爆掉了嘛 就淡掉了 那個議題就不能再打 而且 除非是林志廟這個 因為林志廟這個議題 也在發展中 對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怎麼樣 不知道 因為他有農務的一個科長 還有那個建設的代理處長 他們是被羈押的 他們是被收押的 那三十路人馬去搜索證據 看起來這個違法事實是很明確的 我是認為有證據啦 可是不一定到縣長 那坦白講啦 這個縣長也是太客氣了 事實上夜間審訊他是可以拒絕的 十九點間你撞得到 沒有他可以拒絕 他可以隔天早上再去嘛 可是他就說我們公公 就對著他去啦 那七十歲阿嬤 聽說講走路還跌倒這樣 事實上他應該可以拒絕啦 而且後來他是無保請回嘛 所以這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一定是在問說你知不知情 我講白了啦 因為這種案子我們在地方看多了 你有沒有參與啦 對對對 你有沒有指導啦 你有沒有拿錢啦 對對對就是這一類 那後來可能就找不到任何關係 所以就無保請回 暫時找不到關係 對對對 可是其他有沒有5萬啊 10萬啊交往 可是這樣就很傷了喔 是啦沒有錯 這很傷耶 我這個就是重大影射 不得了 重大影射啦 那因為到年底還有滿長的時間啊 我覺得一審會出來 一審有可能會出來 那這個當然就是看後續 到底最正的程度啦 那至於台中我認為 那個都是口水啦 那個事實上坦白說啦 只要沒有到司法階段 那就是讓 小心這種人繼續爆紅 可是眼寬可能就是被這個打 被這個打掉的啊 那是選戰吧 選戰人家也是最後兩個月 才在噼哩啪啪 往你身上潑髒水啊對不對 那你在十個月前 就對盧秀苑開始潑髒水 對今天投票這個日期出來了 十一月二十六 十一月二十六 就是說你在這個時候 就開始潑髒水 會不會表示 會不會表示後面有準備糞水 不容易啦 我說實在啦 因為他許不一次了嘛 對不盧秀苑選幾屆了 拜託 你以為盧秀苑是顏寬痕啊 你要打他 我跟你講如果是蔡其昌 蔡其昌的口才都不一定有盧秀苑 當然 我在立法院跟盧秀苑是 同一個委員會 當然 我們都是財政的 我跟他認識很久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也不要以為 張立善是第二個元寬痕 張立善口才也是很嗆 因為他們嗆的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都是 這個 徐曉星的媽媽級的啦 就是有地方 他們是有站立的 就是你不要把人家當作顏寬痕 顏寬痕就是都挨打嘛 然後他就 只有默默的做基層地調的動員嘛 那後來就證明 你不能只有陸軍啊 你一定要有空軍啊 那因為你空軍都不回籍嘛 那最後人家就說 那地方黑金派系大概是真的 就會變成這樣 你沒有去回籍嘛 說林靖怡你根本不會服務嘛 你根本就不會爭取地方經費嘛 那你選人總統來這邊幹什麼 沒用嘛 就是說如果這個聲音夠大 那有一些選民可能就不一定會返鄉了 他可能會覺得說兩個都很差 不要投了 你知道吧 因為很多中間選民會是這樣 那因為你沒有反擊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現象 就說一個補選 一個是完全空軍 一個是完全陸軍 這個太罕見了 真的太罕見了 所以我認為未來縣市長 這種局面不會出現 這些人都是老鳥了啦 空軍陸軍都很會打的 所以而且你要知道 今年年底選起來是 22個縣市同時選 對啊還有一大堆議員 那每個人都要佔時間 媒體怎麼可能集中只報一個地方 當然 而且我們講白了 真正大家關切的是桃園跟台北市 台北桃園啊 是啊 所以怎麼會有時間去關心台中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目前啦 就是這個叫嚴寬海的漁波啦 可是真的能夠影響多少 我真的是打個問號啦 第一次是我們會不會再加上 那裡的下方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會不會再加上 再加上一個人的 提供音樂 的一輪 我們會不會再加上分架